湖南 衡阳小炒 爆炒出圈 相当有味 假羊肉里没有羊肉 口味和老虎没有老虎 这究竟是些什么菜 一道乡村土菜一年竟卖出1.2亿元 一道菜 对 光是这一道菜 究竟是什么土菜竟如此受食客们喜爱 衡阳夜市 活力满满 美食多多 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湖南 衡阳 别称燕城 衡州 是一座古老又充满魅力的城市 作为香菜翘楚 衡阳菜 一起独特的鲜辣美 显着八方时刻 衡阳更是一座靠爆炒闻名天下的城市 燕大衡阳不南非 克制衡阳不思归 这里就是有着小炒之城美誉的 湖南衡阳 衡阳是一座因火而旺的古城 这里的衡阳菜也引起独特的香辣味而享誉胡香 是的 要说起我们衡阳的美食 那可太有说头了 小到一碗小小的鱼粉 大到我们衡阳的招牌菜土头碗 甚至是香菜的风靡全国 衡阳小炒都功不可没 吃是衡阳人的头等大事 来到衡阳也是 究竟要吃什么才算不白来呢 吃完脆肚 我觉得是一定要点的 米粉是我们衡阳的一个主打特色 一定要吃的是那个脆肚还有腰花 小炒肉 我觉得这个菜适合下换 今天就让衡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罗佩瑶带着我们 把衡阳的美食一网打尽吧 在湖南的餐饮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叫天下小炒看湖南 湖南小炒看衡阳 在香菜里边的小炒算是上乘武功 只有学会了这样的一门独门秘籍 才能够笑傲江湖 而香菜小炒要做得好吃 食材必须要美 调味必须要妙 在衡阳 小炒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烹饪 更是一门深深的调味技艺 让味道在锅与火的交融中 演绎最美的乐章 这个就是咱们非常有名的 张树岗辣椒 那张树岗辣椒我听说最贵的时候 要卖到300块钱一斤 对对对 那顶级的 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卖这么贵 第一是软弱 第二是香口 第三炒起来的话会比较方便 炒出来它只是带那么绿色 一道火遍全国的辣椒炒肉 可以说是香菜的代表名菜 也是衡阳小炒的经典制作 衡阳小炒具有出菜快 味美 甘香 锅气十足的特点 但想真正炒好却并不简单 烹饪过程中必须要达到热 快 甘香等成菜效果 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快字的就非八秒腰花莫属了 这个腰花八秒就可以熟吗 它能吃吗 能吃 讲究的是刀根给火候 切成什么样展示一下 它是一定要切得够薄吗 有纹路嘛 腰花在里面 而且刚刚晕得它才没有那个味 咱们要切成什么样的花刀呢 一个石花刀 不能让它断 同时是一片一片的 两三毫米这样子 基本上八秒就出锅 如果你切好了 这个力气没打花刀 它就不会熟 它里面也不会进味 减减八秒 真的可以做好一道荤菜吗 仅用八秒就做好的腰花 味道又如何呢 这就是咱们用八秒的时间炒出来的腰花 让我来尝一下它能不能吃 首先闻了一下 确实没有任何的味道 嗯 非常的Q弹爽滑 劲道脆爽 味道很浓郁 好吃 锅里飘出的香气 热辣滑嫩的口感 让人食欲大增 而食材的鲜美才是衡阳小炒火爆出圈的秘籍 茶油有着高达230度的烟点 为喜爱小炒煎炸等烹饪手法的恒阳大厨 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在高温快炒项 牢牢所做的食材的鲜美 赋予食物特有的清香 在我们恒阳的大街小巷 遍地其实都有这一道茶油炒鸡 每家店做法都不一样 感觉怎么样 很入味 而且这个茶油炒出来的鸡 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对对 而且您可以看一下 它的汤色其实是亮亮的 金黄色的 对对对 提到恒阳小炒一定离不开土菜 那么土菜究竟说的是哪方面的土呢 土菜它讲究的有两点土 一个是原材料特别的土 大部分都是采用的山针 还有一个就是做法很土 那是怎么做算土做法的 因为像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在我们民间 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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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恒阳土菜 它还有一个特点 是甜 辣和脆 炒好土菜三健宝 调味米酒 黄贡椒 荤菜讲究茶油烧 其中黄贡椒更是有着 恒阳土菜之魂的美誉 在我们面前呢 就是我们做恒阳土菜的三宝 有茶油 米酒 黄贡椒 闻一下 好香的 哦 这是一股很浓重的泡椒味 但是好像也没有酸味 所以这个黄贡椒有酸味吗 没有没有 哦 没有酸味 就是有甜的 或是甜的 甜辣 又辣又甜 那它们三个组成的 恒阳土菜的味道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就是提醒出来的 本质本味的香味 就是米酒把那个香味调出来 茶油的香味 然后到茶里面去了 黄贡椒炒羊肉是在恒阳县石湾镇传承了400年的地方菜 以茶油 米酒 黄贡椒为辅料 恒阳县在乡村放养的黑山羊为主料 黄贡椒色泡椒色泡椒 高温翻炒依然不变色 皮肉不分离 为菜品提色提鲜不少 像这样的一个石湾脆肚 它仅仅是这一道菜 去年就卖出了1.2个亿的营业额 哇 一道菜 对 光是这一道菜 石湾脆肚 又名生炒肚丝 是盛传于恒东县石湾以带的家常口味菜 先把肚尖横刀切丝腌制入味 然后爆香 黄贡椒等配料捞出 接着洗锅再放猪油 将腌制好的肚丝在七成热的油中热身几秒 再放入之前爆香的配料 十几秒后即可出锅 这道菜的口感轻盈而脆爽 而其中的黄贡椒更是灵魂所在 香腊中带着一丝微妙的甘甜 让人回味无穷 鲜香脆爽 这红彤彤的羊桥肚子肉又有什么来头呢 那肚子肉到底是个什么肉啊 红红的还挺好看 鲜香的五花肉再加一点我们米粉啊 盆米的粉丝撒成粉以后 把它挪在上面 羊桥肤子肉 因菜品呈现红色 所以又叫东方红云 肤子肉在旧时成为用作礼物送给私塾老师 所以也被称为肤子肉 它以肥瘦相间的大片猪肉为主料 菜品红彤彤香喷喷 油光闪亮 土头碗又名七层楼 是横东土菜八大碗之首 这道菜也是横祥人团圆饭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象征着一家人 横团圆圆 和和美美 这里面是有横爪 桂圆肉 建议横汤 熬水 煮着它 有点汤底在里面 这是虎皮蛋 摆在这一层 红薯园圆子 那它是第三层了 接下来就是放我们的地方的黄雀肉 黄雀肉又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食材有很多种 有花生米 有香蕉 地瓜 还有苹果 五花肉在里面 哦 食材很丰富 而且还包括水果 它炸出来就像一个黄雀一样 金黄金黄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手工鱼丸 然后咱们就盖第六层 这是鸭蛋做的那个蛋糕 这个是我们的梁鼠 五花肉 包括木耳 芹菜 辣椒 插好的码子 再放这个码子 放在这上面 足足七层的玉莲香腰 在上过程45分钟就完成了 玉莲香腰 成宝塔状 一层一物 一物一味 层次分明 量多丰富 刚刚见过的黄雀肉 这边又端上了一道渣浆假羊肉 假羊肉又是什么肉呢 这是猪头肉 这是猪头啊 猪头肉 首先是搓水 把它血水洗出来 洗出来就用小火轻动 不需要加任何食材 把它的肉全部烂了之后再手撕 明明是猪头肉 究竟有什么魔力 让它变成了羊肉味呢 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像芹菜啊 香菜啊 包括我们的青纳椒啊 红纳椒啊 包括还有洋葱啊 干葱头啊 这种把所有的能有激发出的 那种香味的把它炒香炒香 放在一起煮 多少种 总共加起来的原材料 总共有19种 所有的食材 大概将近20种的原材料 它的口味碰撞碰撞 就会变成羊肉啊 对 哇 这个好神奇啊 将近20种调料的香气碰撞 竟然能成为羊肉味 这是真的吗 记者还真是有点不太香气 这个真的好神奇 就是明明是猪肉 我却吃出了羊肉的口感 和羊肉的香气 那么渣江人 为什么要用猪肉来冒充羊肉呢 原来在过去的渣江 家家养生猪遍地种红薯 聪明的渣江人 硬是将这两样食材 捧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热辣似羊肉汤 还没有羊肉汤的腥山味 热辣滚烫鲜香似义 在恒阳的年轻人当中 最风靡的一种夜宵 一定是烧烤 烧烤小冬家 重食材轻调料 就是它会突出食材的本味 经常会有网友在网上去调侃 说我们湖南的烤串 小小的 小小哥 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讲究的 因为食材小的话 它更容易入味 这个猪尾巴像花儿一样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有没有烤猪尾巴 但是恒阳的烤猪尾巴 非常有名 它的外皮已经被 那个炭火的烘烤 变得焦焦干干的 刚好把它那种多余的油脂 全部都烘烤出来了 好香 恒阳烧烤 融合了甜 咸 辣等多种风味 恒阳烧烤中的冰榔玉 其浓郁的香气 和外表酥脆 那里绵软的口感 一口下去 破碎的声音和味道 在口腔中绽放 五花肉也是弊点 片状的五花肉更容易入味 焦香的肥肉 已经凸显出一种脆感 类似于油渣 配上辣椒粉 在嘴里释放出双重的喜欢 这个是牛肋条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 我们现在用青苍黄牛 青苍黄条有什么特点呢 通俗的讲究有奶香味 除了烧烤 炎热的夏夜 来到衡阳必吃的 竟然还有热辣滚烫的火锅 火锅是衡阳本地 特有的土火锅 用老母鸡和牛骨头 高汤出来再用高汤来 炖这个牛腩 它就会很香 是用你牛的肚皮腩 瘦肉 瘦而不柴 肥肉肥而不腻 鱼汤梭螺也是夜宵必备的美食 别看着小小的螺 缩起来还有技巧呢 我教你 说了还有一个诀窍 还有什么诀窍 说了就是 你说不出来的时候 你把它顶进去 再说就很容易说出来 你把它顶进去再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说起夜宵顶流 不能没有小龙虾 小龙虾做法多变 但要说衡阳特色 肯定是口味小龙虾 先将小龙虾去头去腮 更好入味 去掉虾线 剪开虾背 下入热油中炸至红亮 大蒜 辣椒 花椒爆香 加入小龙虾高汤熬制 加入紫苏叶调味 炖煮十分钟即可出锅 香辣鲜 除了口味香 口味和老虎 也是夜市里的一道鲜辣佳肴 老虎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和老虎又是什么呢 和老虎就是河里的老虎 其实这个是鲶鱼 因为它在河里 吃的东西很杂 它什么都吃 红鲜大道 对 就像老虎一样 而且它还有两根 长长的触须 就是感觉很大气 口味香 口味和老虎 这个在衡阳人口中的口味 到底是怎样的滋味呢 其实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也很难跟你解释清楚 什么叫做口味 但是一道菜 它一旦灌上了口味 这两个字 就说明它会在我们的湖南 在全国流行开来 它可能代表了一种咸麻辣 代表了一种鲜 咸鲜的一种口感 或者说是一种做法 河老虎里没有老虎 衡阳还有一道水煮鸡 名叫水煮 却不是用水煮 那是用的什么呢 放啤酒去焖 第一就是去鸡的腥味 还有就是说 用啤酒焖出来的鸡 它会很嫩 肉质很嫩 把土鸡中间的大骨头 全部去掉 剁成小块 锅里热油中 放入鸡块生煸 煸出油之后 加入啤酒焖 十分钟左右 鲜辣入味的水煮鸡 就做好了 跟大多数湖南人一样 衡阳人的一天 少不了 所以晚霜滑鲜嫩的米粉 临水而时的衡阳 享受着 玉米之香的柔美馈赠 湖南哥县市的米粉 在口味上 可谓是南边高下 但是要说到鲜 那还得是衡阳鱼粉 用金坦爽滑的渣浆米粉 烹制出一碗鲜香的衡阳鱼粉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 浓郁的米香 和鲜味汤汁的完美结合 那么衡阳人 为什么更甜爱鱼粉呢 因为我们衡阳 有三香四水 穿进而过 我们的鱼业资源特别的丰富 所以我们就炕水吃水 将新鲜鱼桃放入热油中翻炒 加入鱼杂 盐 大火翻炒均匀 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后 汤汁自然呈现奶白色 再加入生姜 辣椒 胡椒调味 最后加入丝瓜 就可以浇在鲜榨的米粉之中 上好的鱼汤 就是鱼粉的精髓 鱼汤的鲜美完美进入到米粉中 让米粉变得更加鲜美爽滑 细腻柔糯 鱼粉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竟然还有讲究呢 吃鱼粉的时候要先吃肉 再喝汤 最后再缩粉 因为我们上的时候会特别地烫 等我们把肉汤都品尝完了之后 这个粉的味道也吸满了汤汁 进到我们嘴巴里的时候 就会特别地Q弹 而且特别地有味道 衡阳并不厉害 但善于烹饪的衡阳人 却将江河湖海各类蒸修 也做成了衡阳招牌菜 我能捞一只看看 这个虾到底有多大吗 好的好的 我们推荐的是八整大的鲜虾 我可以拿吗 可以啊 哇 这个虾真的好大呀 跟我的手一样长 而且很壮实 螺丝虾吃起来 比其他的普通的虾 您觉得它的好处是什么 肉质跟醇厚 这个花线我们可以看看吗 这个花线是这个缩子线吗 这个是兰花线 这是个公线是不是 对 公线 一般的话吃线的话 香辣线要吃公线 母线的话没有肉质 螺丝虾开虾背 下入热油之中炸至开背备用 小米辣 生姜 大蒜爆香 加入蚝油 啤酒 高汤 再将炸好的螺丝虾放入其中 加入食盐 生抽 大蒜等调味 前面的虾料是让它入味 后面的蒜是让它追香 关进来了 关进来了 我们的蜜制酱料 自己熬的 煮八分钟左右入味后 大火收汁即可装盘 哇 好大的虾呀 今天吃的是我们衡阳的 新派香菜的代表 衡阳到处是小草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能不能把类似的水仙海� 变为香四草法 那这个螺丝虾卖得怎么样 招牌 招牌 基本上点桌率在95%以上 基本上就是桌桌必点的程度了 绝味花蟹也是将衡阳小炒技艺 运用在海鲜之中的代表菜 将花蟹的头和腮去除 一分为二 在热油中加入蒜 姜 小米辣 辣椒酱爆香 放入啤酒 激发鲜香麻辣的味道 加入高烫后 放入花蟹和玉米 加入食盐 生抽 同样炖煮八分钟即可 煲它慢慢地收汁 就更加容易了 好好吃啊 这一个个穿在牙签上的牛肉 和牛肉烧烤是一回事吗 有区别 因为那个是靠大火烤出来的 它是先通过腌 腌完以后再油炸 油炸再炒至 其实程序蛮复杂的 但是好吃的东西玩玩就很复杂 这个是钓融 熟成雪花牛肉 里面有牛油的香味 脆皮手撕鸭也是一道费功夫的新派香菜 将涂鸭放入中药卤汤中卤20分钟以上 使鸭肉更紧实 香气更足 将鸭鸭捞出切块 下入热油中炸两分钟 炸干水分后捞出备用 加入花椒 孜然 大蒜 红辣椒爆香 再加入炸好的鸭子 放入蚝油 孜然粉 一勺啤酒 翻炒入味 最后加入蒜苗 翻炒均匀 香酥入味的脆皮手撕鸭就做好了 出于泥而不染 灼青莲而不腰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景象吧 那珊珊你知道吗 其实周敦仪在我们的衡阳求学过 夏天到了 其实我们也是赏年的好时节 但是莲花不仅可以看 给我们带来身心愉悦 而且它还能吃 将荷花花瓣摘下 裹上面糊 油炸后脆爽香甜 沁人心脾 荷叶鸡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用泥酒 食盐 酱油 蚝油 胡椒粉 给土鸡进行初步腌制 使其更好的均匀入味 再加入葱 姜 小米辣 洋葱和啤酒腌制 将晒干的荷叶重新泡发垫底 最后将腌制好的土鸡 调料 汤汁 一并倒入锅中 炖煮20分钟即可出锅 炖得好软烂啊 你看就是轻轻一扒 它就掉下来了 我来尝一口 整个肉的口感是非常细腻和清香的 鸽子也在衡阳有着花式作法 一哥顶酒鸡 无哥不成席 咱们今天来吃鸽子 中间这个是菠萝包吧 鸽子在哪儿呢 这个名字非常的可爱 叫哥斯拉 你赶快来找一找 把它打开 鸽子肯定在中间 对 哇 这里边是放的满满的芝士和鸽子的肉末 对 您现在明白它为什么叫 哥斯拉 先将面粉中加入发酵粉 和成面团 铺开 中间加上满满的鸽子肉和芝士 包起来充分发酵 将酥皮铺在发酵好的面团上 刷上蛋液 清滑纹理 再用牙签扎几个洞 防止在烤制过程中面团塌陷 最后进入烤箱烤20分钟 好吃好玩的哥斯拉就做好了 这道花椒哥 吃起来仪式感满满 浮剪剪出财运来 浮剪 财源滚滚来 割去打开 好运自来 将全部食材一股脑的倒入 熬制八小时的金黄色汤汁中 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食用了 这道菜叫玻璃玫瑰乳鸽 玻璃是不是形容它的外表很酥脆 对 你可以试一下 那我可要检验一下它的程度了 它的表皮特别的酥脆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它的汁水四溢的感觉 在泵汁 玫瑰玻璃乳鸽选择出生25天左右 体重约300克的乳鸽 将乳鸽浸泡在流动的清水中30分钟左右 去除血水 将五香盐均匀涂在乳鸽内外 腌制入味 腌制好的乳鸽先入开水烫皮 再用冷水过凉 乳鸽表面浇连脆皮汁 风干后反复连三次 将油温控制在160摄氏度左右 乳鸽反复进入油中 炸至表皮像玻璃一样红亮 用粗盐局过的鸽子蛋 如马脑般晶莹剔透 蛋白细嫩弹簧 蛋黄绵如细沙 在蒸水河畔的燕明西夜市 主打各种新潮体验 谢年轻的消费者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品尝到琳琅满目的美食 还可以现场体验制作美食呢 哇 看上去就很好吃 你看它绵绵软软的 除了制作美食 还可以亲手制作一把漆扇 感受非宜之美 衡阳夜市活力满满 美食多多 有空的话不妨来衡阳 感受烟火气十足的夜生活